看啊 东西用完了 直接换骨盆吧 它名字叫什么 龙族法刀 是吧 对啊 前面的这刀是真丑 咱们抽一下 对近战增伤3%还行 这可以直接拉满的 这刚好只要你把它揉住完 可以全部抽满的 好 它再到处这次出大奖 已经出完了前面 好 都出完了 挺好的 这东西就是说 放了魂力之后 放一个印记 如果对方这时候有一个护盾的话 让它护盾消失 并且三秒内 没有办法再产生这个护盾了 而且回血也降低了 这东西就破盾 你就这样理解 而且让它没有办法放这个盾 就这么回事 我们这里的话 因为它是对近战增伤 选这两个 反正哪个是C位 就给哪个就可以了 我们就给它激活一个 然后这里的话 还有个对近战增伤 一样的 一样的吗 那再来 怎么是两个 刚才是 一个刀神 龙刀审判 刚才激活的是这个龙刀审判 是最终增伤减免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它是对于龙有效 我们刚激活错了 不好意思 小龙说一样不对 刚才我们激活错了 这个是给龙的有作用 那你可以拆下来啊 哦 这样就可以拆下来了 然后再给它上一下 斩龙秘术的意思就是 帮助龙神增伤 它释放一个魂技的时候 使 哎呀 这个有问题 我们藏合 所以导致有问题啊 本来能使攻击率最高的角色 它的技能增伤的 增20% 比如说我们这个 战力最高的是这个鱼焰 真的是鱼焰的伤害 那对这个龙神就有作用 藏合也是有些不好的这个地方 但总体来说 藏合还是力达于弊的 对我们这个战力很高的来说 看一下真身吗 好 先给大家看一下真身吧 先全部下了 带什么环 0134或者0256 这两个环哪个厉害 其实需要做一下尝试的 我们这里的荣誉多吗 50万 50万那可以随便试 这是一阶的 我们先看一下 是哪两套这个 红环啊 先把这个匹配 给它置换出来 二阶的变成红的 这个真身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颜色会展现 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的变化 一阶我们也看一下吧 一阶很简单的一把刀 二阶 二阶多一个火焰效果 三阶 这个刀变得大了一些 然后又颜色变得深了一些 更黄了 最后四阶 哇 这是一个有两条龙在上面 虚流 大家咱们先换红环吧 把红环换了 大家告诉你们 必备魂环是必要的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不管它技能是啥样的 咱们还是得要了 预备的 斩龙逆天诀 那大家这个斩龙逆天诀 就是说龙神的 专属技能 全部升 这都是 就加强 那个龙神斩的 省事效果 目标加一个技能是 公平目标 假如你们这个新武魂 你们自己保得住的话 你想保队友 就带0256 要自己保不住的话 带0134 这是保自己 这个技能是保自己的 下面这技能是保 你们选项最低的那一个人 脚色最低的那种 0256是保队友 0134的话是保自己 战蓝冰封 这个就是大家刚抽着大奖 看这技能是 杀人的 蓝梦琴 今天学女的东西 怎么叫蓝梦琴啊 就是说保证自己 生命值到30%的时候 就可以触发这个效果 这效果就是 出色伤害的延迟疫苗 就是说 你现在受到伤害 可以延迟疫苗以后就算 就是说给辅助的 给肉的 它保证它多活几秒 就是说还能 增加20%的伤害 没有血量 就是说期间掉了血 其实不是掉血 是失效伤害 就是你打了我100血 其实只有20的血 打在我身上 剩下的80被减免了 失效的伤害就是那80 然后它 直接就会反80的20% 反16点血过来 是这么回事 恢复40%是什么 这个是另外一个了 之前的呢 你要找之前的 这是所有的吗 它刚才反失效的是在这 现在我们打下三生 之前我们打不过的 第三个就是 需要注意的这个角色 确实会扛伤 它在帮龙神扛伤 龙神只要扛伤 就40%转在它身上 哦 这样的情况 然后凤王死了 那它现在还没有死 我觉得 它死了凤王死了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这边 好像不需要换龙蛮了 它36秒才死的 好 差不多知道 大家稍微等一下 点神剑解割保命的生命 大奖得换一下 龙刀是站龙神前面的 替龙神扛伤的是吧 那就直接给龙刀 就醒来这个大奖 试试看 因为我们看到 燕也没死 确实燕现在不死的话 保一下别的 好 现在换完以后 我们再打一遍四下 我们是带0256 如果是这刀 自己扛不住的话 可以换0134 让它自己变得肉一些 打不成什么 刚刚打了 拼局一 刚打了把拼局一 没打死 差一秒钟 好 我们这里的燕 一直在扛伤 这里怎么突然间 人刀就要暴力了 它那个红色的又不是血 我看到它扛伤了 它这红色的是输出 这绿色的才是伤害 才是血 我看到了 它绿色刚刚掉了 掉一点点了 要不我们把回放拿出来看一下 一看到它掉一点点 一点点 是因为允许大奖会让它掉一点点 对 那我就说它正在扛伤不行 我也没有说它死 我说它扛伤你都不允许了 要不我们看一下就回放 我不会看错的 哎呀 现在就可以直接完略了 刚刚就点了一个磁链 点了一个二代回去 对 这两个上了 然后大奖也调了一下 主要大奖也应该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调完这些 这龙刀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它刚刚又残血了 就只有三个绿色的点 两边的其实 这一眼都在扛伤 其实如果它血量没怎么掉 也是在扛伤 但它只掉了一丝 也是代表它在扛伤 因为它大奖可以让它免伤的 只要开始掉 就是这名正在受伤 然后你看这种 掉了血 然后一下就回上来 掉了血又一下回上来 所以我们这回血 一下回好几十亿 回血效果那么猛 你说它刚刚的那个真伤 每秒钟 减1.5亿的真伤 减1.5亿血量 那个真的没什么 一个龙打我们四个 好 这里现在又打不过了 所以咱们这个号还是得调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这个周六的那个 一区的那个号 那个号要好好调一调 那个号我们有很多的对手 需要好好打一打 这个其实龙刀 这个东西出来的话 其实也挺好的 看它现在变成真伤变了吗 你们说 哇 这个龙神原本不是这样的吧 原本是这样的 就像这样子一样 没有刀啊 这样子吗 它的姿势也是这样 你把那个真伤下来 对 就下了 这个下了只是刀下的 这个五分变不了 他这个刀 他的刀定的变了呀 那只是刀变了 原本没有刀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 我们去医区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的五分真伤 龙神 哪里把枪吧 这枪吧 这明明是一把剑 怎么是一把枪呢 枪不会有那么长的剑刃 然后刚才我们还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如果把这里的全都谢了 下一个看起来 下一个那他肯定就没有了 就是刀 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是吧 只有四级谁有 四级 专属特权 懂了懂了 看龙神 他现在一出去 大家那个队 直接被龙神伸上去了 我们的凤凰就没了 全场都没有那一个五分了 对直接 被龙提着用 这里我们的凤凰刚才突然间暴毙了 但是他又复活了 我们的凤凰也不够用 新五分0256或0134 保自己 0256保队友 然后都可以加伤 明明是大刀 也对也对 这里我们被选须了呀 人家都还没有换五分 我们这 越换越菜了 看来这个号要好好调一下了 小龙怎么想 今天晚上打不过他 我们就不下了 你可能这个星星调了打过了 你可能两天后又打不掉了 可是说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打过他 你别跟我扯下着哦 我们换下 0134射一下 因为只有现在每次都是龙刀第一个暴毙 叫陈希哥来调到指导一下 我要好好调一下 调到没有办法再变化 我们再把这个红弯换一下 换这里的红弯大家不要那么随意啊 因为换红弯也需要好多的荣誉呢 天赋刚刚你都点了对吧 对啊 除此我就不用浪费到时间了 那还挺好的 好现在我们是龙神宝自己的红弯 就算这个刀会不会暴走更快了 刚刚是刀不得快 现在看刀里面不死了 太子爷现在应该120亿啊 130 哦130了那么快 对面的银色的龙是什么武魂 就是龙神啊 龙的分店一个银的一个金龙 哦对金龙银龙 是的是的 我们这里是 不是这金龙银 这还变着啊 这边拿这把刀 哦他也会拿一把刀 哦 是这名还是说0134好用点这样 好像是 这也太明显了吧 我们打个五把 五局三胜啊各位 刚才我们带保队友的凤海会死 现在保自己的凤海不死 好待会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为什么一个是保队友 一个是保自己 待会我们看一下这个魂帆的介绍啊 这里感觉很无敌啊 他的燕都快死了 我们这个燕都还没有掉 这个绿色的曲量 现在才开始掉 他的鱼燕也快暴毙了 他塔直接就死了 对方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我们今天 窥然不动 各位 0134 各位就这样 只是说对于我们 这里来说 你们低战 低战的话我们还没有测试 但是0134 对我们有奇效 但是我觉得 以这样的程度来说 你低战应该也是0134 大家可以 如果着急换的话 先换0134啊 被翅膀挡住了吧 没有 到底是你的 原本是这边的 好 那都被没收了 这边我们不用看了 碾压型的 我这边一角色都没有掉血 就是换了这个魂环 之后直接就掉血了 我们先看这个魂环 魂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 我们搞满心的看一下 我们现在0134的万龙护体 是能够保持自己不死 自身每次损失生命 有31的概率是这个无效 自知纯身免伤啊 低于50的生命时 概率提升 这个也不会低 刚才看到它这就是满血 这个就很强很强了 战斗超过30秒后 概率削减 首次低于20 这个没有用 受到伤害时 低于20就没有用啊 第一个用啊 每次受到水时时 有30% 我说的是第一个有用 我说的是后面都没有用 因为它都没有掉到50血 也没有掉到20血 后面就没有用 它前面有用 它就是还70%掉血啊 还70%低血啊 我刚刚说没说 这31的这个东西有作用 我说的是后面没有作用 不知道你在刚什么 这应该好好做一下 阅读理解的题 这里的区别就是 一号环啊 五百荣誉的这个环 这个东西能直接帮龙神 扛伤害 扛50% 龙神受到伤害的50% 会转移到自身 这个扛伤很强 而且加攻速 加最终伤害 这个东西呢 好像没怎么扛伤 但是也加增伤 加攻击 加增伤 加减免 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这个强 这个能够保证 龙不死 但是咱们的龙 基本上也是最后一个死的吧 龙现在很少暴毙了吧 所以我们这里的这两个 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我们队友 就不是伤害了 这太难解释了 有些东西就是大脚 它可以把分担给队友 但是我们刚才大脚没有换 对啊 所以这哪里有问题 考一下大家 哪里有问题 先打龙 龙减伤了 所以打不动 哦 有道理 我们这两个加在一起 然后这个龙减伤了 就他在使劲地打我的 这个龙啊 有可能 但是我们具体要看 结算时候的这个伤害 现在又变了 又有刀了 哦 是 这是三身的 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 三身的 这是我们的 哦 对对对 看错了 这我看错了 这里我们就太无敌了 然后龙 看起来没有受到伤害啊 龙刀 连分担伤害都没有 看起来龙应该不是受到伤害 这时候他那个触发效果 应该是增强了 就是本来是30% 他应该是100%触发 现在一说应该是有bug 这个问题太难解答了 就我现在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输出打满 我们这角色都没有死 一个都没有死啊 太奇怪了 好 现在打下枭章 他是50多少夜 58 我们是33 他是58夜 他站立是58 但成续后果该掉 反正动不动也该掉个几十一 动不动也该掉个手的一 我们这里的燕扛不住 他的伤害还太高了 龙紧急着就暴毙 所以这个扛伤 确实这个燕 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打满开了 这差距太高 因为他这个水量百米的 打一下这里伤害就加很多 就是站立差距太大了 所以我们就伤害打得高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周六晚上八点再来播